近日,在成都街头出现的动物诊疗车的消息引发了网友的关注 7月4日,记者来到了该动物移动诊疗车所属的动物医院 在医院负责人的带领下,记者见到了这辆动物移动诊疗车 记者在现场看到,车身除了没有警示灯,其他部分与普通救护车十分相似 不仅用红字著名动物急救,还留有急救电话,进入车内,急救设备一应俱全 除了配备心电监护仪,便携式采钞,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还有中央供养系统,恒温重症监护平台,呼吸麻醉机和恒温折叠手术台等设备 该动物医院医生告诉记者,每次随车出诊需要配备四名动物医生 包括两名职业受医师和两名助理受医师 对于危重病例,需要直接在车上完成紧急手术 动物诊疗车出诊费是100块钱,夜间出诊和距离较远将增加费用 大概在500元至1000元不等,费用包括了化验和急诊检查 目前我们这个急救车呢,然后配备了动物专用的采钞 然后呼吸机,然后便携式的监护仪,心电监护仪 然后全套的雪长规 目前能完成一些动物的基础的一些血液项目的生化的检测 然后血液项目的抽查 然后能做一些常规的手术,然后紧急的手术处理 据该动物医院负责人盐鹏辰介绍 动物诊疗车总投入在60万元左右 从2019年5月1日开始投入使用 截止目前已经出诊近40次 在救护车内完成三例紧急手术 救出过的动物小到乌龟,大到马 相比于以往出诊,有了救护车,动物的治愈率提高不少 严鹏辰从事受医工作已有7年了 对于设计这辆动物移动诊疗车 他说,此前没有真正意义上动物诊疗车案例可以参考 自己就依据行医经验进行了改造 把能放进车里的诊疗设备尽量配起 打造成一辆移动的动物医院 我们在出诊过程当中遇到比较危重的 需要当时继续处理的这种带回医院救时间 肯定会错过这种抢救的黄金时间 在这些病例经历过之后 当时我们就考虑构思 看能不能有一个宠物救护车 能来解决这些一系列的问题 有效地提高动物的存活率 前来就诊的宠物中就有一只金毛 此前因务实义务 被动物移动诊疗车紧急处理后 送往医院才转位为安 市民张先生告诉记者 当时情况非常紧急 如果不是有动物诊疗车 可能自己的狗就已经不行了 我觉得之前救护车 好像只是在人这一块才有 没想到现在咱们动物这一块 也有救护车方面的业务 我觉得挺方便的 对于咱家狗狗来说是一个福利 都有发生了 有声 有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